第五百一十一章 上电视 黄金档 哎 苏语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他其实让陈渊骂自己 也只是为了表达一下歉意 顺带小小地迈个萌 然后他真的骂了 而且 这算是骂吗 这根本就是在撩学姐啊 于子在迈萌 陈渊听得出来 这种语气 他很好分辨 虽然有点迈萌的倾向 但也不算太表霸 因为 她是鱼子学姐 所以可以双标 就是这样 唉 苏语反应了一会儿后 问道 你是一丁点都不怕吗 没啥好怕的 陈渊淡定道 相反 大家的目光 像是我的兴奋剂 诞生于2006 梦想做十一中领袖 你可真是大心脏啊 苏语有些赞叹的同时 也提醒道 但真的 如果没有考好 是肯定会被网上的人说风凉话的 那肯定 而且还会造谣 在网络上 大众会选择一个自己相信的讯息 然后不断地传播 哪怕没有一丁点根据 就像是好多那众学生的励志演讲视频下面 都会有一些热评 说后来这个学生高考也就一个普通一本 也才500多分 下面就会说 看起来跟高考状元似的 整这模激动 也才这模点啊 实际上 那个学生的却是发挥失常了 但也上了一个不错的985 只能说 网友只相信自己 想相信的 同样 陈元要是成绩 莫好到上新闻 估计也会被董哥造谣 只能说 无所谓 为食魔 你以为我是谁 辛苦学了一年 是时候收菜了 对此 陈元毫不在意 相反还有些期待地说道 正好这波流凉来了 机会好的话 直接开启带货了 你还真是乐观 学姐也不要太放在心上 我 十一 还有雅希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不会怪你的 陈元安慰地说道 嗯 我还是希望不要影响你们 影响智慧是正向的 那我就放心了 与子学姐 语气里面终于有轻松的效益了 哦对了 这时 陈元好奇地问道 那播出的时间呢 正想告诉你 这时 与子学姐笑着道 后天晚上黄金时间 在海东卫视准时播出 听到这个 陈元这才知道 学姐的这个企划 多厉害 原本是以为在纪录片台播出 结果直接整海东卫视 而且还是黄金时段了 这下子 真的要火了 OK 白白学姐 陈元主动挂断电话 嗯啊 元学弟加油 软软而甜甜的笑话声 直接就把陈整得有点爽 要是与子妹妹也在这里 那她就要挨拳头了 谢谢 就这样 陈元挂断了电话 这时 她看向了宿舍的主卧 这几个逼也被采访了 所以 也应该告诉他们吧 于是 陈元就走了过去 让我玩一条命 就让我玩一条命 我省标下落客的 真的 唐剑坐在周宇的旁边 缠手击缠的 已经有些魔杖 不停地拉扯 堂堂 唐剑 教育局正处级领导之子 竟然为了玩一把王者荣耀 做出如此姿态 阶级差距的 却是没了 哥以前 周宇要跪着跟唐局说话 别搞别搞 晋级赛 周宇就这样认真操作 这俩人 也没那么刻苦吗 不过稍稍放松一下也行 毕竟学习这玩意 是真的挺煎熬的 孩子乐一玩 就让他玩呗 超子呢 陈元问 超子洗澡去了 唐剑说 那啥 我宣布一个事情 陈元说 你先别宣布 周宇继续操作 无暇分心 你就让我玩一条命呗 你这剑技玩得真够巴拉眼 唐剑也沉迷在短暂的快乐之中 没啥心思搭理陈元 周福跟我告白了 哎 你个畜生 周宇抬起头 痛骂道 怎么这种好事 啊不 怎么做得出来 这重烂事 我劝你拒绝 兄弟 这是为了你好 唐剑也义正言辞地提醒 后天晚上七点半 海东卫视 电视台要放纪录片了 卧槽 后天骂 周宇眼睛放光 那得提醒娇娇观看了 虽然是纠极小配角 但好歹是上电视了 装逼一波 唐剑也颇未感兴趣 所以周福的话题就不管了吗 看来周福纯纯小咖 福家军里根本没人 但那个时候 再上碗自协 咋整 周宇对唐剑问道 你电话手表能看直播吗 废话 那摩托玩法 我找你要手机玩 那就看不了首播了呀 反正也不是直播 看录播吧 陈元随口说完后 就离开了宿舍 接着 去到了阳台 这事除了跟儿子们说 当然也是要跟父母说的 冷知识 当然 也不是太冷 除了父母 没有任何人 会无条件地对你的成就由衷高兴 如果不开心的事情 不想说就算了 但如果遇到了好事 最好讲一下 于是 陈元波通了杨军莲女士的电话 过了一会儿 对方接通了 宝贝儿子 小妈妈了吗 爱你老妈 陈元笑住道 谁老啊 你在说谁老啊 那小妈 陈建业要是敢给你找小妈 他跟你小妈一起消失 什么小妈啊 你在跟儿子聊啥呢 陈建业的声音也飘过来了 只能说 父母有些时候 可能并没有那么让人满意 但哪怕杨军莲这磨难搞 地球球场 还是选择宽容 这就是格局 妈 我先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电视台找我拍了个片子 陈元道 咋的 是要播出了吗 杨军莲期待地问道 嗯 后天下午七点半 海东卫视 陈元说 呀 还是海东卫视 还是黄金档 这下岂不是全海东都知道我们圆圆了呀 杨军莲开心的语气都要一出 是啊 要扬名利万了说是 那可太好了 我们两个到时候会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圆圆的 杨军莲开心麻了 行的 陈元笑住道 看可以 但别到处发呀 尤其是在什么朋友圈里 整那种尴尬的 你放心好了 我又不是陈建严 杨军莲女士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这样 陈元也稍微放松了一些了 两个人又聊了一些后 他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 看着天上的明月 咋啦 惆怅啥 唐建在路过阳台的时候 见陈元再望月发呆 便随口问道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 你am 皎洁哥扔下了一句脏话并直接走开 陈元也准备回课听了 最后学一会儿 在这之前 他拿出手机 点开了朋友圈 总结一下 今日其他好友的乐子 然后 突然地瞪大了眼睛 我真傻 真的 杨军莲虽然说过 我又不是陈建业 但陈建业 他就是陈建业啊 老陈 台长请儿子上电视做节目 家人们锁定28号海东卫视7点钟 黄金档 海特摩台长请我 你咋不说高官呢 很快的 这个朋友圈就有了不少的点赞 都是来自自己个众亲戚的 甚至还有回复 三姑婆 圆圆上电视了吗 为啥呀 老陈回复三姑婆 采访状元 你妈 阿波 我奶 陈元直接就被气得血压上来了 你还内定上状元了 上一个直播选皮肤的怎么样了 心里是一点B数都没有事吧 他一时到了 虽然还没播出 但那些网友的代劫奏能力 肯定是不如老陈 这家伙 是真的想把自己搞粮 我说 我在十八班当班干部 他转头就给人家讲 我在下海当领导 关上手机 陈元不敢看了 算了 就当是破釜沉舟了 虽然这并不关周周的事 溜了溜了 此刻 女生请示 我上电视的节目要播出了 后天晚上七点半 海东卫视 在床上趴着的河思娇 看了手机之后 笑着说道 这模块啊 感觉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上了电视 好有意思 是啊 还是认识的人 我感觉光是看到 就会忍不住笑出来 我跟我朋友说一下 太逗了 这样的乐子 大家都很感兴趣 而河思娇 则是把这事 也发给了另外一个 受采访的女生 看住手机消息 唐斯文期待的同时 又分享给了自己的 最好女朋友 周福 以及另外一个女性朋友 陈海英 一日 咱十一中要上电视了 知道吗 啥玩意 明天晚上七点半 海东卫视 有个纪录片 主角之一的是 我们学校的陈元 卧曹 元 听说还有四中的十一 以及一中的俩学生 反正挺搞的 是啊 毕竟是身边的人 还有我们学校上电视了 在学校里 不少的学生 都在聊这个事情 而对此 十分茫然的何鸿涛 则是惊讶地愣在了原地 这模块 就要在电视上播了吗 杂漠人告诉自己 而且 为啥感觉学校的人 都知道这事 明天下午七点半播出 那不是在晚自习吗 那还上个锤子晚自习 想到这里 何鸿涛直接愉快地决定 晚自习给全校方便室 第512章 海东卫视 男主陈元 28号的下午 食堂 大家伙都在吃着晚餐 今天的晚自习是谁啊 周宇问道 好像是刘芳 唐健想了想后 说道 啊 这 虽然没有老莫那么严格 但好像也还好 周宇分析道 你就用手机放在书后面放呗 来了人我喊你挡着 唐健说 特抹感情不是你的手机 周宇对这个大胆的建议并没有盲目的决定 回寝室看看得了 没必要 作为主角的成员 反倒是比较淡定 有一种皇帝不及太监级的感觉 毕竟是皇帝 都是格局比较大的 能面斥寡人之过者 朱九卒 不行 这可是我第一次上电视 必须首播支持 周宇这辈子 哪见过这种场面啊 虽然时间不长 可能就一两句话 但毕竟是上了海东最有排面的电视台 哪怕就是哥那里露个脸 转个比 那也有意义啊 要不跟刘芳商量一下 让他再班上放电视 周福好奇地问道 那咋可能 和思娇摆了摆手 觉得这也太难了 马上就要考试了 谁还在这个时候给学生放电视 领导要是看到了 得骂人了 你说的可能是一般的领导 唐剑说道 但如果是何鸿涛的话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说不定挺乐意让大家看 还会在旁边也跟着看一会儿 娇 快去找你叔叔 陈元说 呵呵 要和校长 真是我叔 我还在十八班陪你们啊 和思娇嘴角微微抽气 嘲讽地对道 这话也不是 任唐剑爸爸 还是教育听听 哎 你又开始了 唐剑警惕地打断成员 想害我爹是吧 听谁说的 可不要乱讲 话说你来十一中 周福也好奇地看着唐剑 欲言又止 我真考进来的 见这些人对自己的情况如此好奇 唐剑只好说道 班级也是按照成绩分的 学校领导知道我家情况的时候 都已经在这般烂了 小半年了 唐剑的坦诚 也让陈元忍不住替他说话 听到没有 完全符合流程 以后别再看我们唐局的玩笑了 就特摸你再看 唐剑寻思 也莫别人带着节奏啊 一 陈元 就在大家火边吃边聊时 四十七正好路过 便主动打起了招呼 而见到四十七来 唐剑也心虚地低头干饭 虽然人四十七跟自己都没有说过一次话 但总感觉好有负罪感 哪怕是多看几眼 都会觉得 对不起吴唐老师 要是自己有成员那魔地的道德感就好了 对了 四十七想到什么 突然说道 我们班晚自习 要放你的纪录片哦 听到这个 众人一致有些猛 为啥 周福不解 班上老师说的 而且不只是我们班 隔壁班也 依依 你们没有这事吗 这下子惊讶的 反倒是四十七了 没有说过哎 和思娇茫然道 那肯定也会放 毕竟是你们班啊 四十七笑了笑后 就可可爱爱地摆了白手 离开了 四 还有这事啊 周宇在惊讶的同时 也挺高兴 那不用偷偷摸摸了 还能够听到声音 所以说 是不是全校晚自习 都会放这个呀 周福猜测道 感觉是的 可能是学校的要求 不然 为师摸别的班 都要放这个 和思娇说 听到这里 唐奸乐了 徐晨刚从医院出来 然后就看到陈渊上电视了 估计人都要崩溃了 别故意玩烂梗 任徐晨出院好久了吧 陈渊说 先前有一次 好像还上学迟道 被学生干部记了名字 那如果是全校都在看 周福想了想后 一下子有点害羞了 那我夸你的事情 岂不是大家都知道了 而听到这个 周宇更加羞耻了 虽然想看自己上电视 但那天采访里 他说的那些话 太急把舔陈渊了呀 他们的羞耻 让陈渊也逐渐地 生出了一丝的耻辱 原本他觉得还好 但现在 一想到自己那些话 要被全班人拷打 全校人都在看 等等 我没说什么批话吧 晚自习开始后 大家都在自习 而在大概七点二十的时候 刘芳把张超叫了上去 开始摆弄着投影 这一下子 大家都知道 要发生啥了 刘芳也不遮掩了 直接地说道 今天晚自习呢 何校长给大家 安排了一个福利 看会儿电视 这句话一出来 大家就开始 哦 乐 因为过几天 就要期末考试 这个时候 老师给放电影 那真是前所未闻 难道是因为 这一届考得还不错 校长高兴 还不知道是啥纪录片 看陈渊装逼了 感觉会爆点 再整点表情包 下面的学生 已经聊得挺起劲了 刘芳也挺好奇 于是直接问道 陈渊 这个是有剧本 还都是你自己的画啊 这一问 让大家非常感兴趣地看了过去 在短暂沉默后 陈渊开口道 基本上都是剧本 跟我关系不是很大 啊 真有剧本啊 刘芳露出惊讶的表情 老师 你别听他瞎说 他在这里玩切割呢 他这样说 就是末剧本 肯定很真实 绝对装逼了呀 刘芳不懂啥叫 切割 但他看出来了 班上的同学 都十分了解陈渊 特魔的 提前被这些人预判了是吧 大家越这样 陈渊就越慌 我那个时候 到底有没有说太狂的话 应该 没有吧 就在这个时候 抄子已经把投影给调出来了 声音 也有了 正好 还在放广告 而没等待多久 纪录片就开始了 一个标题 缓缓地出现 听学霸说 学霸 说话 陈渊 你说话呀 来 整两句吧 一个标题 就让这些出生们开始了 老实说 这个直接了当的片名 当时也有过争议 另外 还有几个被选的方案 比如 大考 必有我师 他们的咒语业 但在考量之后 还是选择了一个更加稀量的名字 毕竟人都是好奇的 学霸说啥了 对于大家的消费 他也只好全部承受 直到纪录片开始 镜头从学校早上 学生从速摄楼涌出 匆忙地前往食堂开始 这时 男生的旁白出现 从504分到664分 需要多久 他的回答是 三个月 这句话说完 做着访谈的陈渊出现在镜头里 哎呦卧槽 怎么这魔帅啊 哥 真的三个月吗 卧槽 好像还真的三个月 其实导演原本是采访的 从500分到700分 需要多久 但在拍了之后 其他人商量一下 决定改成从504到644 两百分几个月 这也太特魔不真实了 这不出去 要被喷的呀 这是导演的原话 只能说 他真的太理智了 但就算 没有整得那麽离谱 但这一段放出来 连陈渊本人 都觉得有点太狂了 这下子终于知道修仙小说里 主角到触拉仇恨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了 会被先蒙制裁的呀 不过你还挺伤劲的呀 周福看着视频里的陈渊 评价道 有些人尝得挺好看 但就是在镜头下面 就会差很多 但陈渊现实中跟电视里 基本上没有区别 看内涵 不要只看外在 陈渊批判道 哟哟哟 那好看的和有内涵的 你怎么选 好看的 你有时候 真实的都有一点卑劣了 不过在电视里的陈渊 看起来还是非常正经的 跟刘承熙似的 电视里 继续地介绍住 陈渊是一名高二学生 来自于下海市海境区的第十一高级中学 这是一所省级示范高中 跟同区的四中并称谓 海境区双子星 谁跟他并称啊 看着电视屏幕的张建军 气得用力垂桌 一旁的保温杯都轻轻震起 看到电视里的介绍 他人都要气婚了 他当初说的是 必须要说 四中是下海最好的高中 才肯接受拍摄 但现在 怎么还弄出一个 双子星 来 都是谁在那里双子星啊 散布这个屁话的人 到底是谁 生气 十分的生气 拿着保温杯 准备喝一口 把情绪压下去的他 继续地看着纪录片 而里面 也讲述住陈渊进步的 心路历程 看着看着 张建军突然发现 陈渊这家伙的成绩提升 其实相当的科学 其中关于怠惰性的客服 讲得尤其好 学生看似很努力 却无法提升分数 有些时候就是因为 对于喜欢的学科 会投入过多的热情 关注细微的分数改变 对于不拿手的学科 则是本能排斥 这不就讲的是一般某些偏刻不学英语的笨蛋吗 越好的学科 越拼命地学 每次提高后 洋洋自得 对于英语 不仅逃避 有些时候 还会自己拿来当笑料 说自己爱国 李宗接近满分 英语刚过一百 爱国个垂在 理科综合不也是国外学科吗 纯属给自己招补 而谈及英语这模 先前老大男的学科 陈元克服的过程 可谓是励志 甚至还得意碰瓷外叫 聊了整整一晚上 看着看着 张建军越来越发现 陈元真是个好学生 他的黑点 除了十亿中的校级外 就没有了 端着手上的水 还是没有喝进去 那你打平时打游戏吗 主持人问 不打的 为食膜呢 是对游戏没有兴趣吗 游戏虽然很好玩 但自从开始追分之后 日程表里面 就没有游戏这一环了 坐在位上 陈元笑着说道 在充分专注在某件事情上后 一些原本的爱好 其实也会变得 没有那么必须 有时候 我还感觉挑战一些难题 也挺有意思的 脸上 渐渐地浮现起了笑容 然后 平平地点头 就像是飞奸看雨之波又一样 张建军如是地认为 陈元 他是最好的十亿中人 这样的好孩子 在十亿中 真的是委屈了 何鸿涛 你何得何能啊 放下手里的保温杯 看着这个有点趣味 最重要的是 真的分享了干货的纪录片 张建军突然觉得 这得管告知啊 那些偏科的 满足于荡下高分的 觉得能上华清记 大就OK了的小混蛋们 都应该接受 正确价直观的洗礼 张建军承认 他先前对陈元出现了误解 他根本就不是 带坏十亿的万恶之源 是他让十亿变得更好啊 通过这个片子 认识到了真正的陈元 他顿时有了一种 相见恨晚的遗憾 如果是他 肯定能够理解 自己对四种 鞠躬尽瘁 得辛苦和伟大吧 这时 他拨通了电话 长孝 晚上好 电话那边立马笑住道 晚自习下了之后的晚晚自习 给学生放海东卫士那个纪录片 就是有我们学校十亿的片子 张建军说 啊 可是过几天就考试 林震摩枪不在这四十分钟 张建军说 好的 那我安排 等一下 张建军叮嘱到 给放电视的时候 能够剪一段吗 片子总体是好的 但 海静驱双子星 这个得删一下 这个不行吧 如果剪片子 那还得让学校的宣传不搞 今天就放不了了 那算了 不吧 就这样 张建军带着一点委屈的决定下来了 挂断电话之后 继续看电视 主持人问道 那如此短时间内的进步 是因为什么呢 我指的是主观上 是不是受到了什么触动 对 这个很重要 张建军觉得 这个问题问得好 现在好多学生 喜欢跟学校对抗 跟老师对抗 根本不明白 自己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来 陈元 告诉他们 一个学生的义务 为实模式学习 张建军拿起保温杯 一边喝水 一边看着 电脑屏幕的陈元 停顿一会儿后 露出有些含蓄的笑容 走读的时候 邻居有个留着马尾的四中女孩 然后 我就觉得 好好学习 还是很必要的 嘴唇还未挨到水的张建军 定住了 草帅了 第513章 当主全国人民秀恩爱世吧 四中三班 晚晚自习 夏新宇正在埋头的写题 像往常一样 这一次的考试 又是同考 又在全市内排名 陈元这一次 或许是前五 或许是前三 而这一次 夏新宇也有目标 那就是要有进步 在他这个分数段 已经很难进步了 所以 每一次提升 都值得开心 接下来的考试 有无数场 要是我每一次都比上一次高 那高考的那一次 说不定就有机会了 加油加油 夏新宇 你老公可是陈元呢 他干尽满满的写题的时候 讲台上的英语老师突然说到 同学们抬抬头 嗯 夏新宇不太理解 但也抬起头了 然后 英语老师便说道 大家一起来看各纪录片 里面有我们四中哦 听到这个 大家全都表现得很爽 看片了看片了 是不是之前在我们学校拍摄的那个呀 好像是有十一的 嘿嘿 好像还有某个十一中小帅哥呢 这时 前朵一点都不演示的音量 让班上的学生们都成了乐子人 然后 一致地看向了有些无辜的夏新宇 而他 能怎么办呢 全班都知道的事情 对此 他也只好尴尬地挤出笑容 然后 又对着前朵那个笨蛋 也没低下 蹬过去 用淳语说道 就你有嘴 虽然表现出了这样的姿态 但在心里 还是很期待的 并且有一点点小得意的 毕竟全世界只有父母和新宇 会对陈元的成就而由衷高兴 还有 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元宝了 呜呜 就这样 他非常尊重地把一切都放下 特别期待地看着首播 在门边椅子坐下的英语老师 爱丽诚 见大家都在起哄 也没有阻止 毕竟他是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之 要不是班主任 从来都不管是的 说起来也好玩 自己好像在寺中边上 逮住过这俩小孩 当时他们应该还是在偷偷早恋 遇到自己的时候 夏新宇直接怕得要死 而他 也非常机智地 警告 夏新宇 下一次的英语要考好 这样想来 自己其实是最早的吃瓜群众 那俩人 也真的挺可爱 看看纪录片吧 看看还有没有 什么八卦可以看到 然后 就这样开始 我去 海静驱双子星 都是谁在这里说啊 是啊 人十一中 正儿八经的 严学冠军 四中什么冠军 最到反天刚的一级 因为Q到了四中 所以 大家伙都活跃起来了 这样的气氛 还真是有点轻松 在学得要累死的 晚晚自习 能够有这样的时刻 是十分少见的 在四中 规矩是死的 学生也是死的 笑了 百住外教学英语 还有这事啊 不过没想到 陈元以前的英语这摩擦 直接六七十分 他弱势的学科 是真的弱势 星宇 他现在英语怎么样啊 一个学生好奇地询问道 挺好的 已经是优势学科了 好像就语文 还有点进步空间 夏星宇笑着说道 依依 那他是真的不打游戏吗 一个男生也好奇地问道 啊 夏星宇愣了一下后 说道 不打吧 其实他想说 假的 高二的时候 就经常和周宇 他们打CS 但给他一个面子吧 也不懂 为啥要吹牛 没有完全地 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还能够进步那摩多粉 这不更厉害一些吗 陈元的心态 正在发生着一些改变 从谁学习了 你骂谁呢 变成了现在的 没错 我真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好学生 就这样 三班的学生 都在看这个视频 看得津津有味 其中 还有一些陈元的女粉丝 也挺开心 虽然陈元有女朋友了 而且还在自己班上 但并不影响他们 觉得陈元很帅 打球厉害 唱歌好听 最重要的是 身体又好 终于 主持人问到了那个问题 也是大家十分想知道的 到底为什么 突然就暴中了 成为那样的存在 有何种契机 这时 就看到屏幕里的男生 有些突然心虚地开口道 走毒的时候 邻居有个留着马尾的四中女孩 然后 我就觉得 好好学习 还是很必要的 我去 哟 哎哟喂 留着马尾的四中女孩 这是在说谁啊 呀 不会是我们班的吧 所有人 都开始嗨起来了 然后大家一起的 对着夏新宇起哄 脸颊 瞬间发红 哎 他没跟我说过 在采访的时候 说了这个呀 毕竟国内的节目审核制度 非常严格 这种话 应该也不可能被放出来吧 肉眼可见的 夏新宇红的不行 大家的目光 也让他不知所措起来 就像那小耗子一样 想躲 他什么意思啊 而且 这不就是在说 是他先看上的自己 先追的自己吗 明明他一直都在 嘴硬说是自己追的他 感觉全海东人民都要知道 学神一怒喂红颜了 旁边的同桌笑盈盈道 这下子 可是在网友们的监督下成长了 于新月也笑着打趣道 是的 要在大家的监督下 跟陈渊经历每一个时刻了 在害羞的同时 夏新宇感受到了极大的安全感 以及 小小的得意 吃醋什么的 还有什么意思啊 这下子 全世界都该知道 寺中的马尾女孩了 用手撑着脸 夏新宇看着屏幕里流露真情 隔空告白的陈渊 露出满眼都是他的爱意 那他完全是因为你 才这魔狠地学习的吗 这时 同桌又问 然后 也有好几个人看了过来 期待他的回答 学得这魔拼命 知音为爱 嘴角保持着浅浅的弧度 他微微点手 彭扶在以仗些什么似的 道 当然了 已经很晚了 陈渊回到了宿舍 坐在自己的床上 然后就看到 自己的微信 被好多人轰炸着 其中不少都是亲戚 基本上都是海东卫视 引流过来的 这波流量 就看自己接不接的 道返天刚 小海还给自己整上画面了 哟 已经上热搜了 你看一下 我分享在你抖音了 这时 周瑜洗完澡后走进来 手里拿着手机 对陈渊说道 那么快啊 看来这高考的 却是有热度的 毕竟最近都在聊的是 高考高分 超级学霸 而这时 再整一个这样的纪录片 哪怕不是学生 也会觉得有趣 于是 陈渊拿出了手机 点开了周瑜的分享 是一组图片 下面是字幕 代表着大家的名场面 其中 陈渊的几张 分别是 突然努力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一张自己高考的目标 字幕是陈渊谦虚的回应 最好拿到状元吧 他骂的 真的有点装了 反观 刘承熙 学习是我最擅长的事情 没有具体的目标 只希望能把事情做好 再配上 娜娜重高冷的帅脸 骂的 感觉要被抢风头了 于是 陈渊点开了评论区 然后热评的第一条就是 蓝墨水水 刘承熙好帅啊 有点想跟他谈恋爱 别误会 我不是女的 好 这句话节图给承熙哥了 早就感觉这小子 有信同性的潜质了 无人的星空 好家伙 因为喜欢隔壁中学女生 一下子进步一百多分 来个人让我喜欢一下呀 下面的回复 我是帝皇侠 听说这是女主的照片 配图一个美女 点赞拉满 踏马的 帝皇侠 你在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女朋友是她 这个女的除了奶子 跟心语差不多以外 还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 点赞的人真是啥都信啊 还有 这也算超级无敌大美女啊 真鱼子放出来 你们不得酸死 继续看看吧 奶酪键盘 我海中的 十一的却是真神 下面回复 北海调金客 成绩真的很好啊 奶酪键盘回复北海调金客 嗯 几次连考了 都是全省第一 这样的科普就很好吗 二姨 家人们谁懂啊 看到刘承熙和沈亚婷 每次考试都比分数 还一直被人家压一头 就莫名感觉好好课 不爱学习的逍遥回复而已 笑哭 我是一中的 这一次考试 已经抄了 我就知道 这俩人肯定要在网上被人课一下 毕竟节目组也稍微引导了一下 子川嫣然 人时亦都没有说要争状元 那个陈元怎么那摸自信啊 笑哭 死神一道回复 得却有点自信了 进步得快 就以为有机会了 但成绩好的都知道 越到后面越难提升 我高考680 叠甲 你还680上了 小黑子果然出现了 不过 这应该是摄制组的锅 因为为了 不要显得像是在做假 也只提了 从504到644的过程 导致大家不清楚 自己现在已经是708 在下海 能够比他强的人 已然寥寥无几了 算了 地球球常选择宽容 举报在哪点来着 关注向晚 在黑网吧 碰到过程员 爱欧里亚黄金三 玩的是送死刘赛恩 一 十二 佩图是一个男生在打LL 踏马的 这是怎么被拍到的呀 陈元红了 他真的不是因为被开河 或者说那把战绩不行而生 不是 我对位经济领先了 而且偷了八个塔呀 算了 我不在意 懂得都懂 没必要跟这种人 草 私信还关了 你和别人你不敢开私信 心情平静的 并没有任何不适的 陈元继续往下翻 然后 手指就悬停在某处 心情 也在那一刻 宁静 康熙上皇 高马尾女生换了校服 偷偷跑到隔壁学校给陈元加油 佩图则是 在中场休息 几名女生准备送水时 陈元主动走到握着矿泉水的夏新宇面前 伸出了手 第514章 被网报 我直播公布分数 这一张照片 应该是真实意众人发的 而且这个角度 估计就是当时比赛的两个班的观众拍的 不得不说 我们心语的却是好看的 随便遗照 就是无敌素颜 而自己 这个侧颜也不虚留成细 不对 怎么还拿他当美男模板了 我才 才没有觉得他很帅呢 看看评论区咋说的 回复 指尖点太宽 什么男生的终极幻想时刻 这跟玄幻文一样爽啊 谋良回复指尖点太宽 什么玄幻文 有这么爽 鲤鱼 真好啊 庞福回到了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一个毒妇 这张图还真挺好 陈元看到之后 也顺手保存了 再翻几个就不看了 突然的 陈元的手指再一次的停下 且 非常突兀的停 折目凤太郎 这个陈元是我们学校的 得确三个月进步了一百多分 但后来早恋 成绩掉了好多 上一次月考都六百不到了 完全没办法跟其他三个比 IP 海东 IP的却是莫问题 但这说的是个啥 还有十几个点赞 这玩意在干吗 你再这样 当住你面中除千返田了熬 陈元点了进去 准备看一下 大家都是咋喷他的 回复 如是我的唯一 听说好像是作弊考上去了 但毕竟上了电视 学校就莫惩罚 但后面的却是考不到那个分了 IP 金男 踏马的 顶着一个外省的IP哥这里 曲曲我是吧 还是欣语娘家 毁天之剑回复乳是我的唯一 灵气被关了是这样 但官方说默开就是默开 看样子还挺能够误导人 这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张嘴救来 自己有喷子也很正常 毕竟肠嫩帅 女朋友还好看 算了 不看了 不看了 关于这个差评 陈元还真的能够忍受 哪怕是造谣 但毕竟是在鬼扯 谎话不会伤人 真相才是块刀 就像是有人在那里 曲曲自己 十二一样 因为陈元知道自己 不是真的才 所以毫无波澜 今天差不多也该睡觉了 就在这时 陈建业一个电话打来了 于是 陈元接通了 并且有些埋怨道 怎么这么晚了 还在打电话 你在电视上不是说 每天学习到凌晨一点吗 现在才十一点半 应该没睡吧 陈建业反问 嘿嘿 是哦 我睡啥子 我跟星宇在学习呢 是不打算睡 但我现在再写一道题 你打断我思路了 陈元说 那就稍微打一下 陈建业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然后笑住道 今天三姑婆他们 非要到我们家一起看电视 你确定是非要 陈元警惕地问道 差不多 我问了一嘴 他就说要来要来 纳特摩非要的是谁啊 然后大家现在都觉得你很牛 是咱们陈家的榜样 都在让家里的小辈学你呢 陈建业说到这里 语气已然有些飘飘然 今年过年的时候 有啥子奖啊 有啥子奖学金 你带回来啊 今年过年估计就放五天假 你别整得太忙了 我跟星宇就想在家休息休息 就接一次课 好不好 接啥课呀 这有啥 求你了儿子 我说出去了 我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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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元忍不住在心里疯狂地输出 但陈建业这样子 让他有点没办法 毕竟这是自己的生物爹 是无法割舍的存在 行行 有点分寸凹 没办法 他只好说道 也别到处吹我 还没高考 等出成绩再说 放心 我口风言 你言我奶呢 那我挂了呀 行 就这样 陈元挂断了老陈的电话 看来苏语担心的点 还真的是存在的 不愧是余子学姐 真是一个机敏睿智的美人 一下子就预陷到了可能的舆论压力 不过这种事情 在我们电竞圈 完全算不上什么 陈元的抗压能力 那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快睡觉了 再给星宇发个晚安吧 陈元 宝宝 我睡觉了 晚安 过了一会儿后 夏新宇回复了 星宝 今天 我们也在班上放了那个纪录片 你让我被全班拷打了 拷打这个词也会了 余子的抽象能力 又在提升啊 陈元 那没办法 总不可能让我说谎 星宝 我也没怪你了 吞元宝 星宝 反正这下子我出名了 吞元宝 陈元 你还挺得意 星宝 当然 是你给我的面子吗 陈元 好了 宝宝睡觉 少刷抖音哦 星宝 嗯啊 有些压力 自己能够承受 但星宇未必能够承受 所以 陈元并不希望 他太关注于这种事情 哪怕 现在多数人都是在 祝福 曹 骂的 出事了 一大早 陈元就被一声狗叫给吵醒了 缓缓地睁开眼 就看到上铺的周宇 跟蜘蛛侠一样的 把头给掉了下来 拿住手机 咋了 陈元有些慵懒地问道 这时 唐剑跟超子 也被他给吵醒了 你干嘛 哎呦 唐剑昨天晚上学得挺晚 所以 现在的状态非常差 语气里面 还有些无奈 快看手机 就是上热搜的那个 周宇连忙地说道 于是 大家都打开了手机 去开始看那个视频 唐剑也从上面把头掉下来 看张超的屏幕 陈元带着一些不解 点开了 点赞已经到85万了 牛皮 这波热度可真不小 至少几千万的播放量了吧 然后 进入评论区 结果第一条 八万多点赞的评论 就是昨天的那一条 来自海东IP的折磨凤太郎 他妈的 这个逼在说什么啊 一向是比较冷静的唐剑 也生气了 十分愤怒地说道 这种话 怎么有人能乱说的呀 他不怕律师函事吧 虽然造谣 但是这磨多点赞 挺说明问题的 张超有些严肃地说道 说明大家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也说明大家喜欢造神的同时 又愿意看到神的陨落 下面的第二条评论 细细细 看评论第一条的 陈元应该也是泯然众人了 还是有点太狂了 像石仪或者刘承熙那样 谦虚一点 说不定还不会这样 回复 心坠子时 看了下他女朋友的照片 感觉是我成绩也会降 这样看下来 自己的风评应该是逆转了 而导火索 应该就是那句想当状元 在华夏国情下 人都是内敛的 或者说 都是不喜外放性格的 天欲其亡 碧令其狂 其实还好吧 但陈元看得很淡 不像是周宇那样激动 甚至 还觉得有些有趣 毕竟墨黑子 那能叫超剧吗 之前不是有全市同考的成绩吗 我们直接贴出来 回他不就行了 周宇说 还有人说你 因为成绩下降 已经被学校要求 跟夏欣宇分手 张超看到这个后 也说道 要不 我们发评论 澄清一下这种事情 或者发抖音 再投一些抖家 唐健也建议 如果真的有用 网报也太简单了 陈元的这一句话 让这些人都意识到 现在陈元的人是崩塌 不是区区一些证据 就能够推翻的 这个 是要等反转的 而反转 既然已经醒了 那陈元就不赖住了 直接起身 浅笑得到 过两天的全市同考 不就什么都证明了吗 电子禁忌 实力说话 只要有实力 有成绩 什么都是可以洗的 而这 放在所有领域 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之前的考试 因为已经过去了 一般人也很难翻出来 所以 是压不住现在的热点的 但即将进行的同考不同 如果陈元想要证明自己 那就是最好的舞台 众人一下子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陈元 真的很了不起 一般人遇到这种诋毁 被造谣成这个样子 心态肯定受到影响 甚至直接爆炸 可陈元 甚至不能够影响他去上枣自席 就算这样 造谣还是好记吧 恶心 但周瑜忍不了 非常忍不了 所以 他就拿着手机给黑子战斗 甚至不惜石明志 张超 也做出力所能及的解释 哪怕发进去之后 就直接沉入了评论区的汪洋大海 这时的陈元 也只是笑了笑 就去到了洗手池那里 刷着牙 同时 表情有些担忧 我倒是还好 但如果是别人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是余子的 这魔早就醒了 不像是大学生啊 于是 陈元接通了 然后就听到了特别委屈的好听女声 学弟 你都知道了吗 你在这里给谁撒娇呢 就像是扯着人家的袖子 嘟嘟嘴一样 请你自重 我已经是一个余子的男友了 刚才室友告诉我了 网上有我小黑子这是吗 陈元问 对啊 我真的没想到 有这魔恶心的人 那样子造你妖 而且 还有那魔多人相信 点赞 甚至还有人 说你特别地爱出风头 爱装那啥 爱跟女生暧昧 还因为海王性格 已经跟心语分手了 这倒也不全是谣言 啊 爱跟女生暧昧 是真的吗 啊不 爱装逼是真的 好多可能都很不解 陈元有时候 魏师魔要用抄子 做那些引人注目的事情 现在统一回复一下 嗯 我要装逼 我不装逼真的很难受 虽然男生只要不装逼 就能超过很多同性 而且显得不瞎头 但我真的离不开装逼 女子学姐 短暂地停顿了一下 然后弱弱问道 那魔看样子 你现在的心情还好 是的 挺好的 陈元回答道 一点都不会受到 这种事情的影响吗 不会 你是不是在逞强 我可以联系一下官号 给你发澄清视频的 没逞强 完全不用 陈元说得很决绝 果断地让苏宇都觉得被网爆的人不是他 而是自己一样 所以憋了好一会儿后说道 你有什么委屈 还是跟我说吧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你这样搞得我也好难受 乖 摸摸头 都什么时候了 还玩大兵梗呀 我真的服了你 你坏 不是 别玩大兵梗了 好吗 好的 在又是短暂的沉默后 苏宇终于直击主题了 这次网爆持续的时间应该不长 这段时间过去就默示了 希望你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 好好学习 如果你因此被毁了 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嗯 谢谢你 用淡然的微笑 回应了苏宇 在聊了些什么后 陈元就挂断了手机 老实说 这种事情 很多人都能够遇见到 但只有苏宇在道歉 其他人莫发觉自己错吗 不 成年人的世界是奖励的 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错 也就是说 苏宇这人当不了女帝 道德感和同理性太降了 不过她的善良 陈元感受到了 苏宇 你是最好的海东学姐 这时 刘承熙也打了电话过来 一个个的 都这磨早的 干嘛呢 难不成承熙哥也是来安慰我的 怎么了 陈元说话后 刘承熙开口道 早上好 刚才雅婷给我看了个视频 然后还有下面的评论 对你好像有点不利 是有这事 陈元说 嗯 不要太放在心上 对此 刘承熙十分平和地说道 都是一些不去关注 就不会受到影响的杂音 好冷静的承熙 嗯 我知道的 其实现实中 对我的一些差评和针对 就有不少 但那些人 毕竟不是我在意的人 在停顿一会儿后 刘承熙也偶然煽情道 哪怕是一百个人在同时地辱骂我 对我而言 造成的伤害 还不如一个真正朋友的不满 以及 不如雅婷对你的小小牢骚 对吧 陈元笑住道 嗯 比不过的 刘承熙也淡笑地回应 然后又颇位投入地说道 我 我们知道 你是怎么样的人 就足够了 比起无关的杂音 我希望你更在乎我们的声音 脸颊 淡淡地发红 明明这家伙是个男的 魏师摩现在 展现出的魅力 能够如此强烈 谁家小男俩 一米八三啊 嗯 知道了 陈元结结巴巴道 嗯 下次见 刘承熙温柔道 嗯 再见 就这样 陈元挂断了这一通电话 一早上 被两个人关心了 一个是海东大学校花 一个是一中校草 请问 谁更像魅魔 不过刘承熙说得很对 一万个陌生人的诋毁 也不如一句来自承熙哥的 我讨厌你 伤害性要大 得分清主刺 虽然这样说 但这个骂 这个谣 自己可不能白挨 于是 陈元点开了手机 找到了抖音的官方客服 四血年年 我可以整个官方认证吗 很快 就得到了回复 对方告诉了自己认证的流程 四血年年 走流程太慢了 再晚这波流量就吃不到了 接着 对方客服回 哦 您是要认证什么 很快 陈元就把视频甩了过去 四血年年 我是十一中陈元 视频里这男生 需要身份证认证哦 四血年年 有的 四血年年 对了 能不能在那个视频下面整一个 大家都在搜 就整个陈元本人就行了 发完这个之后 对方并没有理 陈元也没管太多 把自己的认证流程给走了 就看能不能引流吧 就这样 他没有再管 然后就去上课了 一整天的课程 陈元表现得很正常 虽然有人也跟自己聊过在网上被黑的事情 但毕竟都是对自己知根知底 所以 没有什么落井下石的人 毕竟至少在十一中这个圈子 陈元还是公认的 goat的 晚上 回到寝室之后 陈元才终于拿出手机 然后惊讶地发现 后台的消息 直接久久加了 点进去后 他才发现 全部都是私信 多的光是看完自己 就得到十一二点了 而且关注自己的人 一下子有两万多人 日 这是什么涨粉速度 难道说认证 已经帮我整了 这样想的时候 他去到了那个上 热门的抖音视频那里 原视频的点赞 又多了十几万 点进评论后 然后最上面就是 大家都在搜 陈元本人抖音 点进去后 就是自己的抖音号 四血年年 陈元也点进去了 里面只有一个 自己玩鱼子的视频 下面的评论 一下子有了几千条 阿浩 Anti 撞元哥 我来了 狗头 暗黑元首 沙家 听说你劈腿学姐 然后跟你的马尾女孩 分手了 来围观渣男了 梦中梦梦赴梦 哥 没有灵气 怎么就上不去分了呀 狗头 奈飞望 怎么悬实名认证了 下一波 是不是就要开始 接广子了呀 看到这些评论 陈元勾起了一抹笑意 然后 将手机放在了书桌前 也准备用这个抖音号 上自己的第一次热搜了 甚至都不需要写脚本 他就知道 怎么样在这个娱乐致死的时代 博人眼球了 于是 一个在宿舍拍摄的视频 就这样完成 上传 首先 在关注的几万粉丝里 进行驻推送 接着 同城进行推送 然后 又因为很多人投放了抖架 继续地扩散 热度 继续地上升 在短短一天内 再另外一个百万点赞的 听学霸说 热门视频的引流下 就已经变成了 点赞58万 且在不断攀升的作品 画面里 是一个穿着校服的男生 对着镜头 说道 大家好 我是 听学霸说 记录片里面的成员 就是那个自称要考状元 但没有灵气就上不了分 已经600分都考不到的成员 7月2号3号 下海全是同考 成绩5号就出 到时候 我将拍视频公开我的考试分数 还有 这个号再接推广 出价前五的老板中标 第515章 疯狂竞价 广子拉满 这个视频火得很快 因为 他具备了火的要素 那就是热点 以及情绪 光是那个抖音视频 引流过去的人就不少 而最近又是高考出分 真学霸有很多 这个时候 来一个被打脸的假学霸 自然会被吸引注意力 所以 陈元的视频热度 蹭蹭长得老高 他也一下子收获了 十万家的粉丝 而且全都是活人 为的就是看7月5号 出成绩的那一刻 他来公布 而在这个视频下面 也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零落三千 一个视频 四个主角 就他一个人出来发视频了 谁播放了 我不说 吃瓜 第一个热评 就是对陈元丹方面的审判 只要占据了互联网的 五要素之一 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即 在下面的回复 也非常之多 回复 秋眠二八 的却感觉他有点浮躁了 其他几个真学霸 看着就谦虚 哪怕他 真的能够考好 像他这魔狂的人 到了社会上 也会被教训的 我爱吃陈皮回复秋眠二八 经典儒家思想是吧 华夏人就应该归 如果他到时候公布成绩 真的很牛逼 那是他调 我们去喷折木凤太郎 如果不是 似血黏黏等着被冲 他的这一条回复 甚至快要跟热评的点赞差不多 这就说明了 乐子人的群体 是极大的 而在下面 全部都是爱特折木凤太郎的 而凤太郎本人 随便一个作品的评论区 也全部都是 去参观拱火的游客 甚至有人都把他盒给开出来了 但开盒的评论 一下子都没了 估计是他自己删了 看来他也在自己的评论区 高强度巡视 但没有官方问权限 说明这小子 还真的有点刚 这一波达到最顶峰的时候 将是你死我活的结局 也就是陈渊在公布成绩的时候 两个人总会死一个 不过不太公平的是 陈渊赢了 就能够掐到流量 还能够掐到钱 而折木凤太郎 只有赢这一条路 输了 那就是比被当住面中除千返田爱六 更痛苦的结局 评论区 也对陈渊的利弊 进行了非常理性的分析 其中第二条热评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拱火 以及 审判 大将暴 感觉可以的 如果他真的拉了 被冲完全是自找的 而且还趁机洽烂钱 凑库里难碎片 社会性死亡也是该的 但如果同考成绩很好 真的很牛逼 那这钱 是他被网报造谣的补偿 该洽就洽 矿工神坑 好啊 跳过郁郁症 和不要笑挑战 就开始带货是吧 行 你如果成绩真的掉 你带货的东西 我都下单 如果是司马骗子 私信记得关 第三条的评论 有非常多的点赞 而且 下面全部都是 加我一个 加我一个 如果有些产品的营销部 看到了这一条 就知道 陈渊这个视频的含金量了 因为互联网的从众性 真的很容易带货一个产品 甚至现在已经变成了 只要有热度 就会有销量 只要他防了 哪怕再整多少水军 也是必死的 也就是说 陈渊下一个视频里面的广子 效果会非常好 当然 这是有条件的 Stephanie.v 要是这个 必到时候成绩差了 他接的广子 那就不要怪我们 抵制了 毕竟谁让他这小丑 恰到钱的 这一条评论 异常的火 而这也体现了 网友真的很爱当互联网皇帝 而这小节奏一带 也得却能够劝退一些 想要来蹭热度的厂商 可以说 羊毛了属于是 当然 这是相对的 风险 跟收益 都特别的大 就看你怎么选择了 度压09527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到7月5号了 是更大的网报 还是正面刚网报 然后爽洽精神损失费 天若无情点 反正我都已经标记好飞雷神了 喷过成员的ID 我都记住了 到时候 希望成绩出来的时候 这些人不要删 也不要注销账号当小丑 无叶 的确 喷都喷过了 是个人的话到时候就留个道歉 别整 我平价 冰箱 还要汇制冷 这啥卵借口 寒墨 开盘开盘 我觉得 既然能够三个月进步一百多分 成绩肯定也是很屌的 超过680 就算打脸成功吧 安折 既然是想高考竞争状元的人 那都高二结束了 至少得有个700分吧 虽然我觉得 700很难 毕竟到了后面末 那魔容易 方哥哥 700 以为谁都能够考这魔高的呀 我觉得 撑死650了 毕竟之前 600都考不到了 看着评论区的这些人 陈渊知道自己的营销成功了 而且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 真的是意外的低 甚至觉得 680就算成功 700更是神中神 也就是说 自己已经拿下了这一战的胜利 此刻 后台找自己的做推广的商家 也已经数不胜数了 只能说 我踏马的 真是一个天才 这样想的陈渊 刷了一个视频 然后 就刷到了一个营销号 用AI配音 说住勾人的话题 被网友质疑成绩 我直播公布分数 妈呀 我怀疑生活是一部巨大的 B 爽文 海东省下海市十一中的陈渊 因为在纪录片上 说要成为高考状元 然后被网友扒出月考成绩 说因为早恋 已经掉到了600分不到 于是 视频男主直接现身说法 发布视频 7月5号公布成绩 同时在线街推广 主打的就是 一手对方撤回了你的一条网报 并拿出了麻袋装钱 你觉得陈渊这一次全市同考 能多少分呢 小编觉得 超过600就 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营销号 应该是这次事件里 最火的一个营销豪了 点赞直接破了80万 评论也有12万条 赏位无期限 超过680 我就下单他推广的商品 一张支付宝 108600余额截图 只续挨 超过700分 五个广子全部下单 银行卡余额 674577 63元 肖然息 超过691 去年海东省华清县 无脑下单 约额宝 745724 22元 有钱人还挺多 看着这些评论 陈渊知道了 有些时候 节奏不需要自己带 网友自己会整活的 这一下子 自己赚钱 应该是要赚麻了 这样做好吗 凭什么不好 他们造谣我 骂得这魔害 就因为我 稍微装了个币 就被诋毁成那样 我用他们骂我的流量 光明正大换点钱 不应该吗 别想窥探我后台的余额 小嘴一张 鸟语花香 看我如何命护洪涛 嗯 只能说 自己把互联网完明白了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是下心雨的 这些天 关心自己的人有很多 包括何洪涛 包括老莫 还有一些朋友们 但成员都没有接他们的电话 理由就是 他没有精力来应付大家的关心 他不想让这些关心 成为自己的阻碍 平时是怎么样 他现在就应该怎么样 他甚至在抖音上花的时间 也没有多少 也就在下了晚自习之后 稍微地检查一下风向 因为 如果太在乎这种事情 是真的会影响自己的成绩 在这一场战争中 自己唯一输的可能性 就是心态爆炸 不然 无论怎么样 都不可能说 但心雨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 他接通了 然而还未等他开口 心雨便带着担忧 相当阴谋地说道 陈元 我不放心你 看来 他应该已经知道一切了 所以 他才会这磨得低落 因为自己正在跟这个世界战斗 宝 然后 陈元用温柔 而又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 这一次也相信我 好不好 这句话说出来后 那边停顿了 过了一会儿后 才开口道 嗯 我相信你 那你也要好好考试 不要受到影响 我会的 而夏心雨在答应过后 依然有些难受的说道 宝 我想献你啊 五号我们就见面 我们 一起拍那个视频 陈元这样说过之后 夏心雨很快便破防了 哦 好的 我也想跟你一起承担 嗯 那就让我们一起承担 我永远都支持你的 元宝 嗯啊 晚安星宝 就这样 陈元挂断了电话 然后 就到了谈前的时候了 一般来说 那些几百万粉丝 且是真粉的大主播 一个推广恰到的园子 大概是三万到五万 还有视频播放要求 而且是在一个视频里 单独插入 像陈元这种 在一个视频里 放五个广子 推广费能给个一万就差不多了 但是 陈元不同 他公布成绩的视频 绝对是超级爆火 而且 是真的能够促销商品的 只要产品销量上去了 排名也就上去了 那么 就会形成更加畅销 商品力更降的良性循环 所以 这个价格应该非常夸张 于是 陈元看了一些开门建山给的推广价格后 选中了一个 其中最高的 来自一款干脆面的营销客服 十万 妈的 五毛钱一包的干脆面 你能给得起十万的推广费 你到底多赚钱啊 然后 陈元就按照这个十万的价格 给剩下的其他商家 进行了回复 很快的 就淘汰了好多人 但还是有几个商品 咬牙接受了这个价格 其中一个是评价口红 一个是超声波眼镜清洗机 还有一个是学生机械表 这就四个了 一人十万 直接四十万到手 互联网的钱 就是这磨得好洽 只能说 站在风口上 就是这魔龙一恰马内 一个月就更一个几分钟的视频 月入四十万 怪不得大家都想要干网红 OK 就生最后一个了 看谁能够竞标成功吧 此时 一个坐在床上 看着手机的中年平头男人 在犹豫 要不要接受陈元的价格 他是做榴莲千层蛋糕的 之前找过几个美食博主 让他们做过广子 但效果都非常的一般 基本上没有引流多少 他都后悔给那些人钱了 真的想起诉那些废物 但现在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就是竞标成员视频的广告位 可是对方要十万 他骂的 是真的能够狮子大开口啊 男人看到 这个数字 气得咬紧了牙关 但是 看到评论区那些晒余额的家伙 他知道 如果这一次 成员的分数很高 是真的能够带动产品的 评论区里口嗨的贾富哥 肯定很多 但如果 是一些恰到好处便宜的东西 比如自己的榴莲千层 肯定会有人下单 只要下单超过一万 那就回本了 而一万单里面 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固定回头客 那就赚麻了 而且 自己的销量上去了 就会在抖音商场的畅销榜上 成为必吃美食 接下来的这一个月 都会有陆续增长的销量 也就是说 只要他的成绩真的足够好 而且 是在七百分以上 那他就赚爆了 当然 就算有六百八十 应该也能回本 只要能回本 那就是赚的 客户群体会增加 所以 这是一场对赌 但凭什么 只有我承担风险 于是 他回复了私信 爱吃榴莲千层 十万可以 但我能够提个要求吗 四血年年 说 爱吃榴莲千层 我们签一个合约 如果你分数 到了七百分 我给你结这个十万 如果没到七百分 这次推广金就取消 如果低于六百八十 你需要三倍赔偿 这样才是风险共同承担 况且你要是考差了 那我家店铺起不是一堆人过来 恶意打差评 嗯 这样才对 他是这样想的 但对方不是 四血年年 滚 这一个字 直接把他搞红温了 但这也让他意识到 或许这个价 真的很多人在抢 算了 赌一把 爱吃榴莲千层 十万就十万 拼了 四血年年 别人要十万 你要二十万 紧紧地攥着拳头 老板人已经要火冒三丈 这小子真踏马地过分 四血年年 一分钟之后 拉黑 但是对方 比弃足得离谱 而看着右上角的时间 即将跳动 他的牙齿 咬得更紧 整张面部都变得扭曲 要是他真的能够到七百 哪怕是二十万 也值这个价 你妈的 你脾气怎么这么爆啊 狗东西 一句话给我涨价十万 我热烈的马 但是 这是自己唯一翻身的机会 爱吃榴莲千层 成交 第五百一十六章 语何洪涛的深情自白 陈渊没想这么过分的 但是 你看看这BYD的 说的什么几把话 没考到六百八十 还要给你三倍赔偿 你把我当当毕业的大学生坑了是吧 劳资高中都还末毕业呢 本来推广就是有赚有赔 你还想搁这里 稳赚不赔 飞心资本家 快鸡把滚吧 但陈渊没有想到 这家伙 不仅没有被自己喷生气 甚至还直接就答应了 当然 下一个出十万的 很容易就找到 毕竟陈渊找这些商家谈生 一直花了十几分钟 如果可以的话 他甚至能够每一个 都抬价到十五万 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 浪费我学习的时间了 再者就是 这些都是小商家 没有什么大牌子的产品 都不容易 十万就当他们 相信自己的福利 至于这个二十万 纯纯是因为 他在这里乱叫 可就算是二十万 也答应了 他真的是饿了呀 四血年年 那微信谈吧 然后你把你的产品 发五个来 用顺风 两天之内要到 就这样 陈渊把全部的生意 都谈好了 接下来 就是你献上合同 收原子的时候了 不过今天 他没有心情这样到 明天就要考试了 水饺水饺 就这样 他躺在了床上 脑海中想象着 今天复习的内容 一日 早上醒来 大家伙 也都被闹钟叫醒了 周宇起床后 就下了床 然后对陈渊不爽地说道 网上的人 真他妈的是傻逼 我说我是陈渊同学 我连姓名都报了 甚至还有合照 但发的评论 没有几个人点赞 一下子就沉下去了 我真不懂 这些人明摆着事实 不相信 魏师摩要相信 那些张口就来的小作文 不然你以为 魏师摩那些人 都是事后好多年 才默默地平反的 唐剑反问 的确 就比如朱军那个事情 张超也觉得遗憾地说道 明明什么证据都没有 但就是把它完全毁了 我相信当事人那个时候 也很绝望 也努力发声过了 甚至还用过法律的手段 因为他没玩懂互联网 对此 陈渊是这样评价的 而自己 为自己证明的方式 就是通过细血的方式 Fucking 这个word 既然你想要吸引眼球 那我就吸引眼球 既然你觉得我装逼 那我就直接凑拦 薄吉尼碎片了 怎么样 劳资就是要硬装 我不赌人性的善 我就赌人性的恶 至于我卫石魔不放先前的考试成绩 人们是不想看到 这魔无聊的反转的 人的本性 都是邪恶的 就想整点刺激的 那么 我踏马就好赌一场 赢了 就把那些混蛋 全部都给超市 戏耍的就是出声 我也在网上给你洗地 说你并不花心 但压根无人问津 唐剑遗憾道 洗地 你他妈的 折木凤太郎 是你小子吧 嘿嘿 被发现了 卖你M的萌呢 在这样的插科打混中 四人结束了洗漱 然后去到了食堂 接着 又各自地去到了自己的考场 陈元 默示吧 在路上 陈元遇到了李威 他有些担忧地询问道 默示的 陈元淡淡一笑 相当平和地回复道 考试加油 文科圣女 你也是 李威努力地抽象道 李科圣男 加油 海里科圣男 圣男是一个典型的男民主异色彩的名字 为食膜要圣男 你的意思是 男生天生就比女生强 所以 女生妖圣男 对吧 不是爷说的 接着 陈元就笑着告别了李威 去到了一般的考场 然后 大家就像是看到明星一样 把视线投了过来 其中很多人 虽然跟陈元没有关系 但也主动地过来安慰了 让他不要太放在心上 也诉说了那些网友的可恶 而这 就是陈元在十一中的根基 不是成为圣子 就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是大家认可的人 才能够成为圣子 他很庆幸 在这样的一个学校 当这个学校的常务副校长 虽然这个职务很低位 跟自己的地球 球长一直 没有办法比 但在这里的一切时光 他感到快乐 陈元 就在这时 身后的小孙 突然叫住了他 陈元回过头 然后就看到了小孙 有些严肃地看着自己 咋了 陈元笑着问 小孙沉默了一会儿后 抬起头 说道 虽然 你没有把我当过对手 但你的却是我的对手 死 小孙这是要干什么 正当陈元好奇的时候 小孙尤其认真地说道 那些叽叽喳喳的人都是傻逼 我知道你有多努力 你的成绩有多真 别受影响了 要是心态爆炸 考得连我都不如 那我就真的失望了 小孙说这些话的时候 有些腼腆 同时 又十分地少年 感觉在他的身上 能够看到很多的美好品质 作为前任圣子 他 不差 缓缓地 陈元抬起了拳头 小孙也伸出了拳头 两个人轻轻一碰 老实说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和小孙成为朋友 因为这家伙的性格是真的墨意思 但现在 他看到了对方身上的一些特别不错的东西 作为曾经的对手 我认可你了 三 十一中联赛 金靴得主 那么 就开始战斗吧 就这样 陈元等待着考试到来 不一会儿 监考老师带着蜜蜂的试卷过来了 然后 还看向了陈元 他也是知道 最近网络上的这些事情的 所以 他感觉到了 陈元这一次的考试分数 还真的有可能翻车 毕竟没有高中生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 偏偏这一次 还是全是同考 全是阅卷 完全地保密 唉 加油吧 考试十分钟前 还未发觉 第一考场的大家 都在背着诗词 就在这时 门口来了一个男人 看到他 监考老师身体一崩 连忙地走过去 然后 和洪涛之士压了压手 接着 看向陈元 陈元 来一下 监考老师见状没有过去 停在了原地 而陈元 就这样起身 去到了教室外面 然后 所有人都好奇得竖起耳朵 想听听这俩人在聊什么 毕竟谁都知道 陈元是何洪涛的心腹爱将 所以这个时候 是来给他撑腰的吗 这一次是全市同考 改卷也是全市集中改卷 哪怕是我们学校自己改 也没必要为了帮助我 偏向性地改卷 陈元打断何洪涛的话 特别正经地说 当然 你说得对 何洪涛点头 并笑了笑地说道 你的实力 我是相信的 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 在这种压力之下 谁能够保证 完全不受到一丁点影响呢 陈元他 也只是一个小孩啊 何洪涛担心的是这个 如果真的出现了 那众网爆之下 他彻底崩溃的情况 何洪涛将非常心疼 然后 特别愤怒 到时候 自己必须出面 哪怕是喊电视台的人过来 也必须要将网爆压下去 陈元看得出来 何洪涛十分地有情绪 于是 他安慰地说道 网上都说 七百就算自证成功 这个成绩对我而言 那是上个学期的水准 太轻松了 也对 是啊 何洪涛点了点头 然后再一地问道 昨天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咋的 闹小公主脾气是吧 何洪涛 嗯 陈元想了想后 说道 昨天打电话 我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就把手机静音了 不然的话 都没有办法复习了 哦 这样啊 不好意思 何洪涛理解的点头了 接着看了眼教室 然后说 那我走了 你专心考试 老师 就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 陈元叫住了他 然后 就看着有些期待自己找他倾诉的何洪涛 带着感激的承诺道 我在视频里的第六个广告 是我们最好的十一中 第五百一十七章 全是排名公布 难以想象的结果 陈元的这句话 一下子让和洪涛愣了一下 然后 很快就露出了笑容 虽然他并没有想要陈元给十一中打广告 因为他根本不想让陈元汤着浑水 但是对方这个样子 让他知道了陈元的心态 非常轻松 只能说 这个小孩太过于成熟了 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面对这样的压力 不可能是这样的 这可是来自全网的宁室 现在的高中生 脸皮都是特别薄的 在班上被老师批评一下 可能就会记仇很久 甚至还有些小公主 少爷生气的罢课 但陈元不同 别人朝他扔泥巴 他直接WQNDM 这种 属实是罕见 甚至可以说 从来都没有见过抗压能力 这么强悍的学生 所以 这一次 应该是自己多虑了 好 何鸿涛笑着点头 说道 明年的优质声援 就靠你了 好 两个人完成了 这样一番对话之后 就这样的分开了 接着 陈元也回到了教室 0001的座位 这时 大家都十分好奇地看着他 包括监考老师 都想知道 何鸿涛到底跟陈元讲了什么 毕竟这 可是校长清临考场 而有些辅女 则是感觉这俩人 真的有点过于的暧昧了 这样的师生关系 这不太健全吧 但来不及走神 试卷就发了下来 所以 大家也只能够收心回到考场 开始看题 陈元 看着试卷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嘈杂的声音 就像是在读评论一样 那些在网上挑衅自己的言论 突然被用各种音色在脑海里播放了 难道 我还是在意这种事情的吗 我并没有看起来这么淡定吗 我非常想完成打脸 缓缓地 陈元用手指点了一下额头 瞬间 一种清醒 将脑海内的杂音清空 就像是冬日里的一滴冰露 落在了眉眼一样 那种空灵清凉 瞬间占据了身体 回到考试 这个学期 陈元为了考试 为了极致的提升 甚至都与最爱的心语 短暂分别了 为的肯定不是节约 那区区一个小时的通勤 适应 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刻 陈元拿起了中性笔 开始填写名字考号 下海淫魔 正式上线 呼 真特魔的难啊 所以 现在的趋势 就是李宗整的老男吗 写完都够枪费劲 别说上280了 你还能280 你哦 考完之后 大家的反应也是一样 毕竟在这个层级的选手 实力的差距都不会太大 所以不会对一套试卷 拥有两种不同的体验 而小孙 作为前任得分王 这一次 在写完这一套试卷之后 他最先关心的 并不是自己 陈元 在陈元收拾文具镜 透明塑料袋的时候 孙柏抬起头 在意地询问道 感觉李宗怎么样 对此 陈元支是笑了笑 相当轻松地说道 基本上都在射程范围之内 没有特别困难的 这句话说出来 就意味着陈元 已经完全拿捏了李宗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拿捏 如果是勉强攻克 不会说出 都在射程范围之内 这重话 所以 他有些难以置信的同时 还钦佩地鼓掌道 本来还希望你多少 受一点影响 给我点机会 但 你这人 是真的完全没有 一点弱点啊 那倒不是 我还是有点弱点的 陈元摆手道 哪里 孙柏好奇地问 太阳穴扛不住 六十千克左右的拳击 你说的这个弱点 大家应该都有 那我就没问题了 只要那些人 不能够隔着拳头 打自己太阳穴 陈元将是无敌的 区区沙力 不及我半分 那我就走了 拜拜 收拾好之后 陈元便跟小孙 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 回到了自己的寝室 这时 大家伙正在客厅的学习区 对住答案 抄子献到陈元后 抬起头 问道 陈元 要一起来对答案吗 全科的都有 虽然大家伙很关心陈元的战绩 毕竟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但大家也都有自己努力学习的理由 吴唐老师 一本片 作为班长的决心 所以 这些人连饭都没吃 就开始算起了分 不用了 兄弟 我跟星宇 又出新电影了是吧 周宇头也不抬地说道 哎对 陈元点头 你还挺懂 成绩出来的时候 先跟我们说一下 唐剑看着他 说道 这取决于我们要打不打逆风团 BYD 逆风团就不打了是吧 毕竟习惯了顺风团 包C的 告别室友后 背着书包的陈元去到了门口 蹲下身 穿上一双球鞋 把鞋带系好 然后便出门了 在校园里 他能够感觉到 很多人都在看自己 毕竟 这是能够近距离观察大网红的最好机会 这些人都清楚 陈元的成绩 他们应该也在网上屁过谣 但一个学校的冲浪选手 怎么能跟全国人的力量相比拟 就像是网上造谣学霸分数 说之是考了一个很拉的一本的时候 那个学校的所有学生都知道 这是在放屁 但为时魔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 沉默的螺旋理论 当一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时 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 受到广泛欢迎 他们会更加积极地表达这些观点 相反 如果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观点是少数的 可能会感到害怕和孤立 从而更倾向于保持沉默 而且 螺旋式的动态过程导致优势意见增强 而劣势意见逐渐变得无声 你看到哪一个被网爆的人 打赢了舆论 但成员不同 他要反过来网爆网友 就装逼了 就说要当状元了 这次事件之后 他如果打赢了 他决定一直装逼 直到高考 肯定有很多人等着自己高考翻车 那爷高考又牛逼了一下 超级战队横空出世 国内联赛一场不败 拿下春夏双冠 世界赛也一路碾压夺冠 并在夺冠之后 直接宣布退役 嗯 就拿这个剧本了 陈渊 就在陈渊准备出校门的时候 刚好从食堂出来的唐斯文碰见了他 哈喽斯文 陈渊走近到身边 抬起手对他打了个一个招呼 接着放下手 自然地把手伸进了他的塑料袋里 趁热拿了一个肉包子 唐斯文献他如此流畅地做完这个动作 吃着包子 然后露出了笑容 能够有食欲 就说明心情还可以 是这样判断心情的吗 陈渊好奇地问道 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食欲更好了 好吗 合住您 就是一个吃货呗 嗯 抬起头 看着陈渊的脸 唐斯文想了一会儿后 说道 不知道说什么 祝你好运了 谢谢 陈渊打了个OK的手势 而就在他要走的时候 唐斯文突然把包子提了起来 摆在了陈渊的面前 一 陈渊露出不解的神情 我已经吃过了 本来就是给你买的 将包子放在陈渊的手中后 唐斯文就溜走了 并朝着他摆了摆手 看起来那样的活泼热情 跟最初的唐斯文完全不一样了 这也是被自己改变 准确来说 是被自己家抄子改变的一个人 我跟抄子 是在做正向的引导 的确 我可是地球球场 我的每一个举动 都是在给地球村的子民 做道德示范 几口就将一个包子干完后 陈渊知道该怎么做了 4号5号两天 全市集中改卷 大概在下午5点半的时候 所有成绩都会改出来 全市的排名也会统计出来 张建军 就这样在家里的书桌前 等待着成绩发来 这几天 他都一直在关注高三学生的志愿填报 对于这一届考生 他还是非常满意的 理科状元一个 文科探花一个 在预估了柚子县之后 寺中的柚子人数 应该只比一中少4到5个 这一次 可以说是差距比较近的一次了 而且 理科状元还拿到了 在某些方面来说 已经超越了那个老牌的第一 当然 毕竟是文理一边一个 柚子总数还比人家少 说完全超过 肯定是耍赖 看明年吧 明年会更强 既然高三已经考完了 那摩能够关注的 就只有高二了 但这几天 他更关心的高二学生 并非是四中的 看住成员那一条预告 公布成绩的抖音视频 以及下面的评论 他就感到遗憾 虽然这件事情一发生 基本上也就宣告了成员 失去竞争力 石一吻做第一 但成员这个好学生 就这样被网络毁掉 太可惜了 尤其是这个视频一出来 他就知道成员急了 而且 力气非常之大 彰扶就是在说 你们这群蠢货 就知道乱跟风 那我就来打脸 你们这群蠢货 然后还站着把钱赚了 或许他能够 打脸 回去 毕竟他真的很强 但一旦心态受到影响 学习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那他持续地进步 就要中断于此了 这是必然的 张建军看过了太多的这种学生 作为一个名校的校长 他基本上没有见过心态出了问题 还能够保持实力的人 这一次 成员估计能够到七百 能够赢 但再往前面进步 或者说回复到巅峰时刻 基本上没有可能了 如果这孩子 能一边玩弄互联网 还一边保持症状元的实力 那对那些全身心 放在学习上的人 也太不公平了 有些学生 仅仅只是因为要参加竞赛 获得保送明啊 心态就会发生改变 成绩下落 哪有人能够做到 一边被网爆 一边刷刷提分呢 何鸿涛 可惜啊 陈渊 可惜啊 在那天看了那个纪录片 得知到 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十一中人后 张建军就喜欢上了陈渊这小孩 所以 现在的他 一点幸灾乐祸都没有 完全就是 替他感到遗憾 那个纪录片 还真是毁了他 所以说 年少莫轻狂 唉 就在张建军感慨之时 负责改军的领导把消息发了过来 是一个文档 张建军点开了 第一眼 便看到的理所当然存在于此的十一 但嘴角的笑容刚刚扬起 就凝住 并列全是第二 有两位 其中 陈渊的名字 赫然在脸 第518章 发视频 戏耍全网 在家里 陈渊跟夏新宇正在书桌前等待着成绩出来 何鸿涛说过 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就会告诉自己 所以 他们两个现在的心情都相当紧张 虽然已经对过答案 算过分数 心里稍微有一点底 但毕竟老师改卷和自己改卷是两码事 或许 就在那细微的差别上 决出了胜负 至于胜负如何 陈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所以他期待的 是另外一个胜负 他真正在意的胜负 从严学之后回来的时间里 陈渊绝对操作到了极限 每一个披心待跃的夜晚 都是强忍着困意 写踏码的骚踢 所以 如果说自己如果有全胜时期 那就是此刻了 后面的他 或许会更强一些 但现在 绝对是自己目前未止人生 最爽的状态 会赢吗 会赢的 就在五点半的时候 何鸿涛发来了文档 然后 发了两个直接了档的汉字 牛逼 涛涛现在很兴奋 正在打字中 但陈渊没管他 直接点进去了文档 二人同步地露出惊喜的表情 给彼此击掌 但是 又非常遗憾 一步之遥 可惜了 夏星宇敢叹道 虽然是一步之遥 但差距还是有一些的 只能说 下次再来吧 陈渊很清醒 正视了自己的不足 毕竟那个人是他 最高的山 最长的河 都是一个人啊 那就来开始拍视频吧 夏星宇特别激动地说道 嗯 陈渊在准备开始之前 看向了他 再一次地征求道 这是我们的 你也有决定权 要怎么做 我征求你的意见 对此 夏星宇之事淡淡一笑 相当洒脱地说道 我只想要你快乐 下班高峰期的地铁上 位置上已经坐满了人 再过道 也都是站住的人 这时 一个男大学生的手机 突然刷到了一条 刚刚发布的视频 然后 他直接就惊讶到 卧槽 陈渊发视频了 听到这个 好多人好奇地把视线探了过去 而他一旁的女朋友 则是搭话道 哦 是不是那个纪录片 说要当状元的高中生 今天是公布成绩的时候啊 看过这个视频的人 可以说全国遍布 光这地铁上 小半个车厢的人就知道 而在男女大学生旁边 包括站住的乘客 也跟着凑了过去 就是那个被说早恋 然后成绩一下子 掉了很多的假学霸马 我还以为 看成员是一个很小众的事情 今天公布成绩 是不是还有好多广子啊 我去 这是女朋友出镜了吗 其他人也拿出了手机 开始看这个视频 然后 这些人就几乎是同步的 再看这个崭新发布的成绩公布视频 跟看直播似的 每个人 都特别期待 而看到视频里面 一个穿着 很多跟男生不同校服的马尾女孩 大家也都很踏马地羡慕 真漂亮啊 这个女生 简直白月光 太纯了 就是先前传的那张图嘛 看来劈腿的谣言 不攻自破了 两个人这是在哪 咋感觉在一间房 嘶 有这种女朋友 真的能够好好学习吗 还在质疑 但视频里的两个人 非常的轻松 我是十一中成员 这位是马尾女孩 陈渊伸出手 自我介绍道 啊 夏新宇有些腼腆的一笑 自我介绍道 我就是那个隔壁学校的女生 现在 我们是学习小组队友 那就有女同学给我们公布成绩吧 陈渊说 接着 夏新宇就将文档那一行的成绩截图 把其他人都打码 单独将陈渊的秀了出来 不过 用一只手挡住了屏幕 既然是同考 这个成绩应该不得搞假吧 所有学生都刚考完 谁敢这个时候搞假呀 毕竟下海上十万的高二生都参加了同考 没办法造假 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毕竟这也是更加符合逻辑的 这魔容易就拆穿的事情 造假的风险太大了 在公布成绩之前 先洽个广 干脆面 陈渊拿出了一包谢皇干脆面 直接拆开 然后递到了夏新宇的嘴边里 然后 他就轻轻 啊 得张嘴 咬了一口 怎么样啊 陈渊问 嗯 真的有谢皇位 味道真的很好 有种小时候吃干脆面的感觉了 夏新宇连盲点头认可 接着微微皱着眉 盯着提词指 棒读道 哇 那这魔好吃的淡脆面 还真的含谢皇 肯定很贵吧 十九 九 一箱四十包 直接带回家 一包不要五毛钱 下方小黄车链接 陈渊指了指下面 说道 大家就这样看着他 僵硬地推广 虽然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他女朋友真的可爱 二十不到 得确不贵 如果他没玩老子 该揭晓成绩了吧 OK 那就开始揭晓 第一颗语文成绩 干 还特磨狡猾 他是会掉胃口的 要不是他女朋友可爱 我直接就跳了 没办法 大家就这样看着他 缓缓揭晓成绩 夏新宇的手 就这样在他的指挥下 缓缓移动 然后 语文下面的分数 缓缓揭晓 一百三十一 卧槽 语文一百三了 从来没有上过的分数 有点掉 但说要考状元 这也有点拉了吧 的确 感觉并没有那么厉害 马马虎虎 对于这个成绩 众人反响并不一致 这个成绩的却很好 但也没有非常好 换个说法 就是有点浪费期待 哦 好像一般般呢 陈元说 已经很厉害了 不要这样说了 夏新宇看着他 笑着说 OK 振作起来 来揭晓第二个成绩 数学 说住 陈元就拿出了第二个产品 榴莲千层 来 是吃了 陈元用勺子挖了一块 递向夏新宇 夏新宇稍稍打开嘴 啊 吃口大的吗 嘴巴张大 夏新宇没办法 只好 把嘴巴张大 然后 就一口都喂了下去 并且 特别满足地点头 而陈元 则是拿着纸巾 给他轻柔地擦了擦嘴角 让他脸颊微微泛红 不是 这特魔来秀恩爱的吧 那个脸红 真是太真实了 瞬间就红了呀 这绝对是纯爱 造谣的人该死啊 谣言 就这样实锤拆穿了 在陈元的带火之后 数学成绩缓缓公布 150 卧槽 满分 这下子像状元了 理科状元的数学 一般都是满分的 吊 这个没得黑 数学能拿满分的 那绝对是理科学霸呀 看到这个 车厢里的人都热闹起来 毫无疑问 他是真的学霸 因为语文数学 这两门 他才扣了19分 接下来 又是带货 接下来 又是秀恩爱 但没有人跳过 毕竟他女朋友 是真的可爱 英语144分 屌的不是英语 屌的是语树英 这个成绩 看来稳超700了 打脸全网 妈的 这个流量 这个钱该他掐 众人这下子彻底折服了 没有一个人再敢质疑了 哪怕是墨高考过的中年人 也都清楚这成绩的含金量 毕竟家里一般都有小孩 身边也有别人的小孩 接着 就是穿插广子的公布分数 物理 106 化学 95 最后一个广告 就是我的11中 这时 在公布生物成绩前 陈云安立道 这是一所校服 很好看 校风很正能量 学校也很温馨 会全校合唱 晴天 11中从校长到老师 都非常优秀的省级师范高中 曾经就出过一个高考状元 明年估计还会 再有一个 成才绿 远高于中考录取分数 欢迎学弟学妹们报考 推广完学校后 陈云就让下星雨 缓缓地公布了生物 理所应当的90 就是这样的 总分716 全是排名第二 距离状元 距离状元 是有一定距离 所以我还真的算吹牛逼了 广子都打完了 陈云也没了什么心情 淡淡地说道 当然 跟网上传的600不到 还是多一点的 装起来了 淡的却是牛逼 被造谣 也得却不爽 回应网报的最牛逼方式 掉 所有人都服气了 看着他装逼 也觉得是牛逼 顺风团就是这样的 打不过 那就加入吧 这时 陈云也看向了镜头 说道 起初呢 并没有打算回应 因为这些谣言和攻击 因为太弱了 但后来呢 逐渐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也让我的朋友 老师们担心了 所以我就整了这抹一出 目的呢 也只是耍猴 这句话一出来 车厢里的人 基本上都被 AOE到了 踏马的 好低的素质 真狂啊 有点下头了 可以说 大家心情都非常的不爽 有一种被恶心了的感觉 他成绩好 关我什么事情 玩互联网 就是做皇帝的 凭什么说这气 举报这篮子 而且踏马的 还让他带货赚到钱了 真恶心啊 说得很高高在上 自己不也是在那里 凑篮伯基尼碎片吗 看这个视频的每个人 心里都很不舒服 但成员 似乎毫不在意 当然 被我耍到了的 才能是猴 就像是我在出视频的时候 好多人说我急了 什么石砸狗叫 所以 我也砸出来了这个石头 别叫 又是AOE伤害 被砸到的人 还真的气麻了 而面对可以遇见的愤怒 成员越来越淡定 但有些人说 我这蠢蠢 就是为了掐烂钱 才这样做 本质来说 也是被互联网 吹到风口浪尖的猴 没必要有优越感 更不配站在高点 只值点点 但如果 我能够证明我不一样 我不是猴呢 在众人盯着屏幕 心情都十分复杂的时候 成员拿过下星宇 手里那台手机 将账户余额对准镜头 这是这次推广的全部收益 六十万 我将全部捐给 京南省韶乡市 将用于五座乡村图书室的建设 一句话 把所有人全部干猛 而趁着这一股猛劲 把全世界都给戏耍了 并且将自己从 跳梁小丑 摘得干干净净 对于这重流量烂钱 完全不屑一顾的成员 微笑地比了个塞拉斯点彩 退网了 高考再现 第五百一十九章 给韶乡捐图书馆 此刻 全国各地观看着一条抖音的人 全部都被惊呆 TM的 全捐了 六十万 直接就踏马地全捐了 这模块赚着模多钱 竟然没有上头 直接全捐了 而且还要退网 互联网这口饭 他是一点都瞧不上啊 牛逼 这就是状元预备一马 太计把掉了 所以干着磨一件事情 拍这样一个视频 韩接广子 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对网友赛拉斯点彩 当成员宣布 把这些钱都捐了的时候 所有人 哪怕是被AOA到的 被嘲讽为猴子的人 也喷不出来了 喂食魔 人家都要退网了 咋喷 互联网这一晚饭 人家看不上 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不屑一顾 可能潜在价值 近千万的抖音账号 说不要就不要 对于这种境界的人 还能够喷吗 不仅不能喷 而且 还要往神坛上面浮 此刻 这个视频的热度 正在不断飙升 每一秒钟 点赞评论转发的人 都不计其数 而先前 在陈渊上一条视频评论区拉时 再 听学霸说 视频下面 帮忙科普的黑子 也都瞬间顿逃 在第一时间 折木凤太郎的抖音号 就被注销了 但在相关搜索里面 则是不少人在搜 折木凤太郎本人 而且 因为不打逆风团 直接就开始 对失败者进行了开合 只能说 陈渊那个视频 没有一丁点的警示价值 网报 还在继续 而这 也全部都在陈渊的意料之中 但对于这一场胜利 他并不屑于去收割胜利果实 因为就像是他所说的那样 被砸到了叫的才是狗 他不当狗 也不当猴 所以 在评论区道歉 吹鹏 逮小黑子 激情下单 以及说 先生大意 的评论 并未引起他的任何情绪变化 倘若会受到这种迎合他心理 给他创造情绪价值的言论 而牵绊 然后守在评论区 不停地刷 不停地点赞 那他跟被玩弄的猴子 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那句话 主 不在乎 地球球场 对于滔天的网络浪潮 并没有害怕 也没有惊喜 潮水退去后 他的泳裤还在身上 泳裤 依然在 你能这样 我真的太开心了 而看到陈渊这种 宠辱不惊的样子 夏新宇十分感动地 扑到了他的身上 紧紧地抱住了他 坐在椅子上的陈渊 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接着搂住他的腰 看着骑在自己身上的夏新宇 笑着打去道 六十万一下子就没了 一点都不心疼吗 嗯 夏新宇想了想后 笑着比了个一个手势 还是有一点点心疼的 毕竟能够买不少东西 比如一台低配A8 唉 陈渊也叹息道 比如给我们买个小家 夏新宇举例的方式不一样 但也代表了他的性格 这摩多钱在下海 还是难买小家的 在河祥估计 也只能买个小小公寓 陈渊计算道 那有一个小家 可真啊 末世 让老陈给我们抱一点金币 低情伤老 这时 夏新宇戳了戳陈渊的脸颊 笑着道 你应该说 有星宝的地方就是家 姐你真会聊 陈渊不得不承认 夏新宇在油腻这方面 也是有点提升的 虽然钱很多 但总感觉会让你遭受麻烦 重新回到那个问题 对于这笔钱 夏新宇虽然感到可惜 但在失去之后 他又整个都如释重负了 捧着陈渊的脸 他欣慰地说道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各自玩自己的手机 这是一种很让人羡慕的状态 在以后 我希望 我们也能够像之前一样 不要把该给对方的时间 给了不重要的人 人生渐言 珍惜眼前人 夏新宇说得很好 陈渊完全赞同 之前他也想过 当一个大反派 在成绩出来之后 继续地发视频 题目就叫 我一期视频赚了多少广告费 就这样 一边嘲笑网友 一边洽园子 当一个让别人咬牙切齿的小人 但现在想来 那根本就是被网络反噬 要知道 小时候 妈妈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你在外面跟别人吵架 对了 夏新宇突然想到些什么 脸颊微微泛红 然后看着陈渊 倒 特意捐给韶香 有必要这样做吗 不好吗 陈渊也笑了 嗯 夏新宇想了想后 稍微侧着脸 有些害羞 但又期待地说道 你的彩蛋 真是太多了 但是 但是 这个恩爱秀的 还是让我蛮有面子的 我家袁仔 还真会啊 看着视频 周福就替陈渊这家伙 感到骄傲 看前面 他都觉得 这小孩要跟全世界为敌 专心当互联网战神了 但视频的最后 竟然是直接退网 而且 还把挨骂赚到的精神损失费 全部都给捐了出去 太帅了 这一下子 那些小黑子 估计脸都绿了吧 格调一下子抬得这么高 虽然不是圣人 但的却是知行合一 不被世俗洪流所裹挟了 而且 烧香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梗妈 她好奇地点开了视频 开始找相关的评论 果然 网友的关注点 还是非常趣同的 严莫比有 好的 暴杀小黑子 先生大意 但有点好奇 为啥之捐给烧香 请教我水刚个 的确 烧香是啥梗 陈渊不是海东人吗 但烧香是京南的 这个地方 应该 也没有特别贫困吧 缓行的蓝梦 王蔡是高马维女同学老家 这条评论下面 回复特别的多 回复 妮可迪亚 我去 那这也太宠了吧 爱屋即屋 我要是女主 这下子 面子可太大了 感觉成员都成韶香的清汤大老爷了 君灵城末回复妮可迪亚 卧槽 这踏马也太甜了吧 这踏马跟娶了皇后 给皇后老家免税三年 有啥区别 我要是那个女生 我在韶香的排面可太了 悠桑回复妮可迪亚 我觉得真有可能 不然 喂食魔要专门挑勺香室呢 白玉豆腐汤 我就是韶香人 看到这个 真的太感动了 我们这里的乡下学校里 有很多留守儿童 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在带 一整天都在用手机玩 王者荣耀和吃鸡 这个图书室 真的非常有意义 谢谢陈渊 欧洲戏作 吃我一毛 同韶香人 陈渊应该是为了他捐赠的 看到大家都在夸自己的儿子儿媳 周福这个时候 也忍不住出手了 于是 双手握着 松了松骨头 开始打字 见来 就这样 他的评论就这样产生 并迅速地被点赞 皮蛋瘦肉粥 我是陈渊的同学 他女朋友就是韶香的 人特别可爱 特别好 成绩也很好 在全市最好的高中里面的实验班 之前几个学校一起研学的时候 还拿了最佳厨艺奖 做饭超好吃的 躺在床上 再看到陈渊给网有点惨 还把收入全捐了的视频 沈亚廷突然也感觉到了 这个男人的帅 当然 是不同于刘承熙的帅 如果是刘承熙 这种时候 肯定视力都不会理 完全不放在心上 但这样 也会让大家为他感到愤愤不平 毕竟不回应 就会导致 网络上的喷子更加嚣张 而陈渊不同 他几乎是把所有人都给耍了 首先 他让大家都觉得他急了 然后 他让大家也觉得他愤怒了 所以 那样明目张胆地接推广 但最后 他考试的成绩出来 直接全是第二 跟刘一阳大神并恋 则是让大家清楚 他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那些闲言碎语 压根就对他造不成任何的伤害和压力 而在自证之后 他还用了最爽的方式回击 全网嘲讽 捐款 退网 我打脸了所有人 但我对你们的道歉 不屑一顾 对你们的补偿性下单 毫不在意 在陷了 你们这群蠢蛋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如此理性地做出抉择 选择最妥善的方式 抽身退场 体面而华丽 这个男人 真的不可思议 然后 他就继续刷着抖音 一个营销号的爆火视频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后续来了 我不赌你们的善良 但赌你们想让我死 海东一个高中生成员 因为在纪录片上说了一句 想成为高考状元 然后就被拳网网报 造谣诋毁 为了自证实力 他发抖音预告公布分数 还在现阶推广 然后高潮来了 陈元总分716 拿下全是第二 瞬间打脸所有人 并且在对网友是侯后 捐出全部60万收益 给韶香建设乡村图书室 最后宣告退网 还有 据陈元同学说 韶香是陈元女朋友老家 家人们 这种爱物及物的感觉 谁懂啊 哦 原来是因为这个 才捐韶香啊 沈雅廷恍然大悟 接着 脸一下子红了 这个陈元 真的好会撩啊 你来这一手是吧 就知道 你能够跟夏星宇在一起 不仅仅是因为帅 你小子 有一手的 点开评论区看看 丽花哪 本人韶香的 给大佬地烟 好帅的男人 好顶级的处理 真的太牛逼了 猫猫 不愧是高考预备状元 太踏马有格局了 真的事经潜如粪土啊 礼堂王红运棋天鼓启动 毕竟是状元 放在以前 那都是能够登天子堂的老爷 咋可能在乎这点钱 嗨的爪子 我懂这个感觉 我老婆家是乡下的 过年的时候 我去他们村给捐了一座桥 现在在村里吃习啥的 我都是跟村长做一桌 墨镜 哇哈哈 开心的笑出声回复 嗨的爪子 我懂这个感觉了 妈的好牛啊 网友的比喻 还真的是通俗一懂 沈亚廷也很快就理解了 然后 愈发感觉到 陈渊这个人的浪漫了 这个人 把互联网 真的是玩得死死了 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 所以 陈渊还是回到了宿舍 这时 大家因为刚考完 所以想休息一下 就各自躺在了床上 三个人开黑打亡者荣耀 没有手机的堂剑 则是坐在陈渊旁边 看着他操作 试图用花言巧语 能够在他死了之后 玩上一条命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来自京南檀乡 看到的那一刻 陈渊原本想挂断的 但突然想起来 韶香是檀香的一个县级室 便接通了 万一是夏新宇家亲戚呢 于是 他接通了 喂 电话那边 就这样坐着自我介绍 而陈渊 也从随意的状态 渐渐有些认真起来 嗯 您说 二人聊的 有些久了 所以周语急了 踏马的员 操作呀 别挂机了 要输了 打电话 等一下 陈渊说 谁的电话啊 这是我王者晋级赛呀 面对周语的歇斯底里 陈渊只好 掩着手机听筒 平和地说道 韶香是长 行吗 第520章 市长的邀请 张市长原本在家里刷抖音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视频 因为跟韶香有关系 所以他特别敏感 哎呀 这不是自己上班的地方吗 然后 就通过这一个视频 了解到了一个事件 老实说 魏石魔会演变成这样 他不太能够理解 倒不是这件事情 在常理上难以去接受 相反 他对网民这种反应 完全在意料之中 对于一个领导 尤其是主政一方的 新闻学是必须要了解的 但他最不明白的是 魏石魔一个小孩 能够这么成熟 哪怕是成年人 在这种时候 也不会有这样的魄力 以及对于秦的引导能力 所以说 这就是状元的智力吗 716分 这一个成绩 得却能够在京南这里 当上状元了 很了不起的一个小孩 同时 通过这个视频 韶香也收到了一大波流量 现在 这个视频的热度 绝对有耗几千万 而且 好多人还在持续地关注 那么 这滔天的流量 自己魏石魔不接住 知道这个后 他就给下面的人打电话问了 原来 还真的有这一回事 陈元早在昨天 就已经找了过来 但因为在网上 只有韶香公安的官方抖音 所以他是先通过报警找过来的 韶香公安也给他指路 于是就找到了教育局 于是 双方就达成了一次爱心捐款 用于扶贫计划中的乡村图书馆建设 并且选定了五所小学 其中 陈元直接指定了一所学校 那就是西清小学 剩下的四所 是教育局那边的 领导根据贫困程度而决定的 都是需要扶持的乡村小学 这六十万 已经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的捐款程度了 对于韶香市的教育和扶贫 都有一定的促进 所以为此 张氏常特意叮嘱 这几所小学爱心图书室的捐赠 从书籍的采购到图书室建设 一定要落实到位 每一分钱都要严格执行 当然 这种事情对于一个市长而言 显然是有些关注过度了 张氏常真正在意的是 如何把这一波流量 最大化落实 于是 他直接下令 并且加班加点 做出一个扶贫助学的视频 同时在开通募捐通道 为此 他还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学头 九元九 就能够为留守儿童 在爱心图书室的书架上 添置一本图书 那这一波热度下来 在本地财政不拨款的情况下 直接就能够在一整年的扶贫助学上 交出满分答卷 还不够 张氏常遇见到了 陈渊这个人 还会再火一次 那就是 明年的高考 如果他真的成了状元 这个热点 肯定还会再被提及的 那怎么样 趁着最火的时候 邀请状原来韶乡旅游 拍一点宣传片 拉动旅游行业的发展啊 状元的暑假是最忙的 自己也没有烂摸大面子 但是 他翻了评论区之后 知道了一个秘密 他女朋友是韶乡的 还是从西清小学毕业的 怪不得指名道姓的 要捐那个西清小学 想在娘家人面前 有点面子是吧 可以 那怎么拿捏这状元 他心里有数了 卧槽 听到他这句话 周语人都惊了 是 市长 虽然平时一直讲到的何鸿涛 跟韶乡试试长 是一个级别的 但毕竟职务含权量不同 尖子班的纪律伟员 虽然跟普通班的班长一个级别 但毕竟班长是快快上的职务 比纪律伟员这种条条上的职务 还是要强不少的 当然 就算被平掉了 也漠视 尖子班 可以更加地海阔天空吗 噓 张超剑陈员在谈试 便让周语把声音调小一点 而陈员不想打扰大家打游戏 所以就准备起身 然后 一旁的唐剑就伸手压着他 摇了摇头 示意他别动 剩下两人 哪怕是在晋级赛 也没有打游戏了 一直地看了过来 一场比赛三个人挂机 剩下两个队友可是遇到活跌了 不过毕竟是市长 哪怕是县级式的 大家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陈员也就没走 您说 我在听 陈员 重新地回到通话 而这时 那边的领导继续说道 这次这个捐赠 陈员同学 也是为了教育事业 陈员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然后 还想提一下你 你能在评论区回复吗 陈员不太想 因为 他已经退网了 他这属于是 十几分钟 把对面平推 游戏还没结束 就主动退出了游戏 俗称装逼 退游戏 现在 你又让我回来 这真是 我知道 你不想牵扯互联网了 准备好好备考 所以 这个抖音已经做好了 今天就能够发布 市长特意地说道 嗯 好的 因为我上学 基本上都不用手机 如果是今天的话 那没问题 陈员还是答应了 毕竟对方如此地诚恳热情 他也没理由拒绝 回复一下而已 没有多大事 那好 帮大忙了 市长十分热情地说道 对于这次捐赠 在每一个图书室里 太客气了 陈员说到这里 又提要求道 但那个锦齐的名字 能不能留下心语 夏天的夏 辛勤的新 语文的语语 哈哈 当然可以 我安排一下 直接留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市长直接说道 好 这活干的利落 那太麻烦了 陈员笑住道 一想住新宇的小学 新宇读书过的学校 能够留下一个他的图书室 陈员就心情愉悦 小事 对此 市长表现得颇位豁然 接着又说道 陈员同学 来过韶香没有 嗯 去过一次 陈员怎么嗅到了墓地的味道 感觉怎么样 非常不错 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 也有很多美食 陈员说道 相比起下海 全国每个城市 都是美食圣地 当然 我们下海的金拱门和KFC 还是很棒的 那好啊 等你高考之后 过来玩玩 说到这里 市长直接改口 啊不 我们邀请 你来韶香旅游 陈员 是必须要去韶香的 夏新宇的升学宴 还要办一次呢 但是 这位是常请自己的理由 好家伙 已经开始 想着整活了吗 真狡猾呀 是指着我一个 人耗羊毛了是吧 韶香文旅 你也想当网红了是吧 嗯 我会的 但陈员 还是答应了 哪怕他本人有一点社会 毕竟 那是新宇的家乡 那里的一切 陈员就想留个好印象 那好 到时候 我们韶香会再请你的 到时候再见 祝你学业顺利 嗯 谢谢领导 就这样 陈员挂断了这个电话 然后 那三个人 就瞪大眼睛看着自己 快装逼呀 你快装逼呀 我们想听 区区一个市场 至于这魔大动静吗 陈员笑了 颇位淡定道 我也是市场 我们在植物上队等 你还植物队等了 唐剑吐槽道 但跟你爹队等 陈员说 哦 县急事啊 唐剑明白了 但也觉得挺掉的 毕竟是找陈员这样一个小孩 出动这魔大的卡 足以说明重视程度 他想干啥呢 张超问道 对此 陈员回答道 想蹭我热度呗 现在把官方号整火 不就靠接流量吗 也是 毕竟你这个正火 流量再不吃就没了 唐剑很清醒 那你答应了 周宇问 他非要 陈员说 他要你就给 给了给了 陈员还是挺乐意支持 这个扶贫和教育事业的 既然能够让星宇的家乡更好 他能够做点微小的贡献 也是非常荣幸的 依依 评论区风气 好像又出了点问题 就在这时 周宇突然说道 啥问题 陈员问道 你自己去看吧 有些被点赞上去了 周宇说 就这样 陈员好奇地点了进去 果然 就看到了 有人在嗶嗶 仙人辅长生 我在金男红十字的捐赠名单搜陈员了 没有搜到 不抬杠 只是想问捐赠到哪了 吃瓜 这一条评论 点赞 点赞 窜声的很快 回复 阿T全球 别问了 主播退网了 这个好不用了 绩效回复阿T全球 退网之前 把钱捐了呗 别拖 别到后面后悔了 看得出来 网友的思路 还是非常单一的 而且 特别盲从 喜欢以自己的想法 来判定结果 捐钱就非得捐到红十字是吧 没搜到就是没有事吧 互联网真是有点乱 幸好自己果断退出了 末世 无所谓的 过了今晚就切好了 陈员笑着回应 很快的 唯一能够跟自己联系上的 韶香公安 便私信了自己 希望在 韶香发布 的作品下面留言 然后 陈员就在评论区里面 留下了一句话 似血年年 愿每一个孩子 都能有透光的书房 和少年的狂 评论留下后 很快就得到了 韶香发布 的作者点赞 以及 求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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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品 也因为正在热度上 播放迅速飙升